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要来分享约会可以让婚姻更加的甜蜜 我们常听到有人说婚姻是恋爱的坟墓 在结婚前男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 可以尽情享受浪漫的约会 亲亲我我有谈不完的话题 但结婚之后呢 男人为了工作而忙碌 投入所有的体力与时间 女人当然也要带孩子 你知道带孩子是一件蛮辛苦的事情 特别孩子还小的时候 要时时照顾她的需要 喂奶 换尿布 哄她睡觉 有时候孩子好不容易睡着了 还有一大堆的家事要做 真的没办法好好休息 有人开玩笑说 我宁愿去工作也不愿意留在家里带孩子 当然话是这么说 不过急或是职业妇女 还是免不了照顾孩子的责任 难道真的婚姻是恋爱的坟墓吗 你心目中最渴望的是什么样的婚姻呢 你对你目前的婚姻满意吗 或者是你已经觉得失去味道了 好像喝摆开水一样淡而无味 如何让你的婚姻之路能够走得更甜蜜呢 这集我们要来跟你分享 让婚姻更甜蜜的秘诀之一 就是夫妻要有约会的时间 约会有很大的力量 它可以帮助你回到从前恋爱的感觉 约会不只是婚前男女谈恋爱的权利 你只要好好的安排时间 约会会使你的婚姻更加甜蜜 多年来能够享受在婚姻里面 约会对我而言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许多人不懂得为何婚前的约会 每一次总是会让人觉得很兴奋又期待 最渴望的就是能够天天见到对方 但结婚之后渐渐失去了那种热恋的感觉 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是 结婚之后就不再约会了 很多夫妻也以为约会是婚前的事 结了婚在家天天见面 为什么还要约会呢 有人说老夫老妻还约会 其实也挺漏麻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迷失 无论你是年轻或者是年长的夫妻 都需要经营这种浪漫的生活 因此鼓励你调整自己的观念 结婚以后仍然是可以约会的 约会就像蜂蜜一样 会让你的婚姻还有家庭的气氛 有浪漫和甜蜜的感觉 重新点燃你内心爱的火花 我们来谈一谈约会是怎么一回事 约会是夫妻之间最精心的时刻 约会也是刻意安排出来的时间 不但把时间规划出来 甚至约会内容也是精心设计的 夫妻平常上班照顾小孩 非常的忙碌 特别需要花一点时间独处 可以请人帮忙照顾孩子 或是请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帮忙 相信他们会很乐意来陪陪小孙子 约会就是离开家到另外一个地方 你可以找一个好吃又有气氛的餐厅 一面吃饭一面聊天 说实在夫妻最需要有独处的时间 能够来谈谈话 沟通一下彼此的心情 趁着两个人面对面 可以好好的欣赏对方 倾听对方 圣经也教导我们说 妻子要恋慕你的丈夫 妻子可以向丈夫来表达 有你真好 丈夫也可以来给妻子一些鼓励 辛苦你了 其实这些话语的表达 不但增加了爱情 也增加了彼此的关心 千万记得 约会是表达感恩 表达你内心的爱的机会 约会不是趁机会来数落对方的不是 开检讨会 约会是要让你的配偶 我渴望下一次能够与你在一起的时刻 我常听到有些夫妻生活在一起 很少讲话 因为没有话题 你知道约会是可以共同来创造一些的思想跟话题的 约会也可以一起去参加一些的展览 例如美术 文学 艺术 花卉等等的 或者是一起去听一场音乐会 一场表演 一起来一趟资信之旅 参观老街 古迹 或者是国内 国外的旅游 来增加夫妻的情感 我很喜欢和我的丈夫约会 我们一周至少一次去到一间咖啡店 喝咖啡 聊聊天 聊些最近发生的事情 有时候也聊聊彼此的梦想 即或两个人各自安静的看书 这样安静的陪伴 也是一种享受 我也很喜欢跟他一起外出旅游 看着旅游回来的相片 在我的记忆里面 存放着很多很美好的回忆 或许我可能会忘记他说过的话 但是我却忘不了跟他一起约会 那种甜蜜的感觉 原来约会有这么大的魅力 也可以为彼此的关系充电一下 提摩泰凯乐在婚姻解密 这一本书有提到一个观点 就是爱的行动可以导致 可以带来爱的感觉 我们通常可以认同爱的感觉 是爱的行动的基础 但是更正确的说法是 爱的行动也会带出爱的感觉 两个人之间的爱 到最后不一定只是单纯只有情绪 或者单纯只有静折的行动 婚姻之爱是两者共生的混杂混合 而这个情绪跟行动 我们最能够控制的就是后者 我们可以承诺我们每一天 能够坚持爱的行动 这也是为何我们在这个系列当中 一直鼓励大家要刻意去经营你的婚姻 有时候我们的情绪难免会有起有落 但是当我们愿意决定去爱 坚持爱的行动的话 相信会在婚姻关系当中 不断有新的看见跟体会 两个人的生命跟情感 也会更加的成熟和深刻 约会是专专为对方为彼此预备的精心时刻 找出两人共同的兴趣 投其所好 在约会时光中享受上帝所赐的爱情 让彼此更有力量可以继续牵手同行 同心经营幸福的家庭 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投资 不是吗 让我们好好来策划在婚姻当中的约会 相信你们的婚姻会不再一样 我们下次再见